凭借金音权和孙兴敏在最后时刻的破门,韩国队二比林将未免冠军拉下马赛后,率先打进一球的金音权韩磊接受采访,直言自己过去四年过得非常艰苦。 这一场胜利可以让他们得到安慰,每个选手到最后都没有放弃,感谢我的队友,我们真的准备了非常多,计划的很详细,球队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,过去的四年过得非常艰苦,这一场胜利可以让我们稍微得到安慰,我以后会继续为韩国足球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。 金音权哽咽着说道,与此同时,赛后据ID为韩国足球新闻的博主爆料,在主帅申龙台选人时,金音权曾亲自跟申龙台说,为了这届世界杯,我在俱乐部隐藏了实力,请相信我,不过随即这条微博就被删除。 真实性有待